好啊 哥 原来是你安静地找的鬼 你 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是啊 哥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就是 怎么可以这样啊 行了 现在宣布评比结果 梁正丽 五十五分 梁正文 你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给零分 零分 爸 不要给零分吧 梁正武啊 你没有管好自己的面条 让别人给掉包了 也给零分 不 爸 这是哥的错 我们怎么也零分啊 就是啊 爸 你可不能这样 这又不是我们的错 不能给零分 平平接受 爸 这不是我们的错 爸 哇 两个哥哥都得零分了 我现在是第一名了 哇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都是因为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快 给人家道歉 快快快 正武小枝 各向你们赔不是 道歉有用吗 还有大嫂你 我就不信这个事你不知道 肯定是你指使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正武 好 走 太呸笔了 你 对不起啊 都说不信我 疼不疼啊 老公 没事了啊 孟姐 对不起 昨天是我惹你生气了 我现在收回昨天说的话 请你原谅我 行 出租 怎么样 不会吧 这房子租金虽然便宜 但人流量 就一点都不少吧 是啊 要不是因为个人原因 我才不租呢 是 那你不做生意准备干什么呢 我准备回美国去 好 去美国 不行 你是要说什么呀你 你过来 你干什么你 我说不行就不行 对不起啊 这房子我们不转租了 你们请回吧 别听他的 这房子是我的 我做主 这房子真的是我们两个的 我们真的不租了 你们这搞什么呀 等商量好了再找我吧 不是的我 莫老板 你这演的是哪一出啊 你干什么呢 搞什么乱呢 我还想问你呢 去美国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的事情 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不会吧小姐 你不会真那么绝情吧 你不会这么快 就把我们的感情给忘了吧 昨天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以为 那都是气话呢 好 既然你真这么认为 我也不勉强你 失去失留 你自己决定吧 是 齐总好 这个是你写的 是啊 以前的营养师从来不会写这些 你倒是偷一个 还是上次那个员工过敏的事件 提醒了我 我觉得这样写出来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嗯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还能普及大家的养生常识 嗯 昨天晚上 谢谢你把我送回家了 真没想到 你也会出现在哪儿 昨天因为什么喝那么多啊 还不是为了 和员工搞好关系啊 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就多喝了点 不过和他们接触下来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 都特别地真诚 都很善良 嗯 就算是因为开心喝多了 但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以后还要少喝 你这么一说 是不是我昨天做的什么 出丑的事啊 那倒没有 齐总 今天要吃点什么呀 不了 我今天没什么胃口 就过来看看你们的新菜单 嗯 弄得不错 继续加油 嗯 好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小杰 起来了 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下呢 我啊给你带来了 你最爱吃的待遇 我让阿姨给你做的 真是太感谢了姐姐 哦 我看了你出租的启事了 来看门面的人还真不少 你真的下决心走了吗 是 是 在这儿除了姐 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 姐 我走了之后 你要多保重啊 小杰 记住 有困难一定要找我 我知道 我知道 小杰 对不起 姐 你是怎么了 老跟我说对不起 当初要不是你帮我 我早就一语自杀了 现在能过上平安的日子 也不知道我有多感谢你 小杰啊 你总是那么善解人意 有时候 我真觉得我不愧做你姐姐 姐 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姐 嗯 是不是觉得现在订婚太仓促了 嗯 你肯定觉得特别奇怪 我们怎么那么着急 把女儿嫁出去 嗯 这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嘛 那现在也不是过去了 嗯 也不是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就成的老亲的 我是觉得呢 是不是让两个孩子 再相处一段时间 你认为呢 现在看来 两个孩子对对方都很满意 这是没有问题了 宋姐可能也告诉你了 我公公现在正在住院 就在前几天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家里有老人过世 三年之内不能嫁娶 这些老规矩很多人家 都已经不在乎了 可是我们家不同 我们家是大户人家 很多规矩是不能破的 每次过了年就二十六岁了 可是一年都耽误不起了 再加上她和天佑 又是难得的好缘分 我希望这桩婚事 越快办越好 理解 理解 像美姿条件这么好 她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 都还没有结婚呢 这个怪我 怪我管这孩子管得太严了 等我觉得她长大了 可以去谈恋爱了 你看她周围的同龄人 没有一个人还单身了 是我耽误了她 这孩子开窍也晚 晚熟 这样子 这样子比较好啊 这说明美姿她单纯 这女孩子不要谈太多恋爱 心里会有问题的 是 还是简单一点好 对对对 我就喜欢简单的人 听不到吧 这可是隔音玻璃 也不知道你妈 会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 你放一千一万个心吧 我妈她绝对会举双手双脚赞成 那这么说我们很快就可以结婚了 哪儿跟哪儿啊 我妈同意了不代表我同意了好不好 可是我听说你很听你妈话的 是啊 我是听话 可我是有选择的听话好不好 对工作上我没什么经验嘛 所以我听话呢 是要让我自己有更好的进步 在人生大事上 我可是很有主见的好吗 是这样啊 那这么有主见的人 帮我看看这个吧 这是什么啊 金牛座男生和处女座女生 是天生一对的 处女座女生有追求完美的倾向 她追求稳定的生活 要求对方有专正的品行 高尚的节操 处女座思想简单单纯 内心善良脆弱 注重家庭生活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言于利己 宽以待人 任劳任怨 富有牺牲精神 温柔内敛 善解人意 沉着冷静 注重生活情趣 有品味有教养 对人对事都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 明明白白坦坦荡荡 这说的就是 我 金牛座男生和处女座女生 都是土象星座 爱情观一致 世界观相同 不一定是一见钟情 但肯定是细水长流 性格互补 再起时间越长 就会觉得越适合对方 金牛座的男生 不需要轰轰烈烈 不需要海誓山盟 就需要一个像我 这样的人陪在他身边 这说的就是 你 你十二十六岁 我是二十五岁 男人本来就要比女人晚熟一些 刚好你又比我多了一年 的人生阅历 成为了我生活上的帮手 事业上的老师 你是A型学 我是AB型学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拜托你停一下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你赢了 我彻底败给你了 你几点钟出生的 干吗 我要知道你是几点钟出生的 才能去算算我们俩的八字 是不合啊 不用 谢谢了 为什么不用 很准的 别别别别 你这是封建迷信 你知不知道 老祖宗能留下来的东西 肯定有他的道理 试一试吗 那玩玩了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今天出生的好不好 那我可去问你妈了 喂 你可别喊我妈阿姨啊 一口一个你妈你妈的 我听得怪不舒服的 那本来就是你妈呀 好 我妈我妈 我的妈呀我 这婚事要是成了 我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啊 瞧瞧这两位 站在一块可真是郎才女貌 般配得很哪 美姿 刚刚站在外头 风大不大 林天佑 有没有领你去哪儿玩啊 我们就在附近走来走 待会儿 叫天佑开车带你出去玩 这两个人去看看电影 吃吃饭 逛逛街的 年轻人喜欢什么 就去玩什么 不是 妈 等一下要开会啊 开什么会啊 我今天放你家 我说了算 看看看看 这个婆婆 可真是喜欢你这儿媳呢 什么儿媳妇 这嫁到我们林家 就是我女儿 对对对 女儿 女儿 怎么可以让儿女 停长耽误工作呢 天佑 你去公司忙吧 我跟我妈回家 你看你看 你们家美姿 多懂事啊 太好了 下班了 下班了 你怎么来了 你有时间吗 我能跟你说一句话吗 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 我真的有话要跟你说 就五分钟 最后一次 真的最后一次了 我保重 好吗 我们上次来这里 是什么时候啊 是你过生日的时候吗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家里人还等着我呢 姥姥姥爷身体好吗 还有爸 其他人身体都好吗 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说这些了 对吧 前两天 我去相亲了 我妈特别喜欢那个女孩子 我们两家人已经开始商量婚事了 恭喜你啊 恭喜我 恭喜你 您想说的就只有这个吗 那您想让我说什么 媛媛 我们真的 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您一点都不想要挽留我吗 我们已经结束了 永远的结束了 你忘得干净彻底 但我还不行吗 我不能没有你 我忘不了你 我放不下你 天佑 我们两个的缘分已经尽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你也多保重吧 媛媛 你忘了我好不好 别再纠缠我了 媛媛 既然你遇到了这么好的女人 那你就应该好好地珍惜 你不是说你妈妈很喜欢她吗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因为她不是你 因为她不是你 所以我才不满意吗 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什么意思啊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明白 我们现在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我要跟别人结婚了 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你和别人结婚 我很为你高兴 也祝福你 因为你再婚的话 我的愧疚 也可能会少一点 我以前和你妈妈的关系这么恶劣 我希望 不要影响你对婚姻的态度 你说这些话真减歪 好吧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不要担心我 看来真的已经结束了 好吧 好吧 我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 你照顾好自己 再见 哪儿 你先死你了 你现在还没关系 要丰富的 为人当作为老师 哪儿 还不应该 我们这时候 你去找我 就要去找你的 那我给你帅子 谁的 我还有钱 但那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责任呀 那他们要偷我们的 那我们拦得住吗 您说您不给我们主持公道也就算了 这还让我们一块受罚 这太不公平了 这轮比赛已经结束了 你们就安心准备下一轮吧 爸 爸 要不然你把下次比赛的内容 稍微透了一点给我们 我们绝对不说出去 要吃完饭喽 你们都不饿吧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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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不就太委屈了 那你说这不往心上捅刀吗 咋有一把盐 淡天 淡天 淡你个死人头 淡淡淡淡淡 马玉萍 我叫你不要这么做 你不要这么做 那么做 现在做出事情来了吧 拿了最后一名 你倒是老爸一把虎 一脚把你提出比赛 你当时我看你怎么后悔 你还想叫儿子回来 干脆别叫儿子回来 儿子回来也是白搭 还浪费机票钱 什么事啊 抽筋 写字写多了 我准备回美国去了 我准备回美国去了 去美国这么大的事情 你就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准备回美国去了 我的事情 不需要经过你的通路 梦见呀梦见 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呀 高兴的时候想天天见面 一不开心 连走了都不告诉我一声 爸吃饭了 再来 会嗽 你回来了 怎么了爸 我听姥姥说 您一天都没起来啊 身体不舒服啊 没事 我就是 有点累了 好像有点发烧 aan 没有 我发什么烧啊 那就去吃饭吧 怎么行啊 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真的没事 你去吃吃饭吧 我 我这胃有点不太舒服 那我去给你拿点胃药 天佑 去约会了 喝美姿 不是 不是 那你喝谁啊 妈 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 我打算 你打算干什么 你快说呀 我打算结婚 喝 喝谁呀 还能喝谁呀 就你喜欢的吗 美姿 你没骗我吧 没有 天佑 你终于想通了 你终于想通了 干吗 俩俩你这么高兴 天佑啊 她要和诗婷路亚的千金结婚了 是吗 林天佑 有什么治相似病的药 给你姐推荐一下 我终于能够和诗婷路亚 结成亲家了 我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了 恭喜你啊 妈 梦想中的事情 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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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总 有什么好事吗 很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 领薪水了 真的吗 恭喜恭喜 你怎么看上去 好像很没精神啊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应该向你学习 永远充满活力 我现在的心情啊 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 领到第一桶金的感觉 现在想想 上次领工资 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不过 还要多谢齐总您的提拔 要不 晚上我请您吃饭吧 好啊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一定要参与一下 不过要晚一点 因为 我在唐拉雅秀酒店 有一个营养师研讨会 要去参加 可能要错过晚饭的时间了 那就等你开会一起吧 正好我也要加班 嗯 那马上见 马上见 莫朗 我今天就要结婚了 我马上可以带你 离开那个家了 美姿 好美哦 跟天女下凡似的 谢谢妈 这 这哪儿来的狗啊 这是我养的小狗 它叫乐乐 乐乐 来 你看 这是奶奶 我 不是 这这这 我我我为什么就成了这只 狗的奶奶了我 乐乐她可爱吧 她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 嗯 嗯 那嗯 那你该不会是想把她带回我们家吧 当然了 我是她的妈妈 我去哪儿 她当然要跟着我去哪儿了 嗯 嗯 嗯 你怎么会去养这种 又丑又土的狗呢 嗯 对起码去养那个什么 贵宾啊 萨摩啊 要不然这 泰迪也行啊 这这 怎么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怎么可以养这种狗啊 土狗怎么了 土狗就不是生命了 土狗就可以随便被人抛弃吗 我把它捡回来 就是要让它和其他品种高贵的狗一样 活得幸福快乐 嗯 噢 嘞嘞 妈妈看 真乖 哎 对了姐 准姐夫她不来啊 什么准姐夫啊 别乱说 看什么啊 好 好 乐乐 乐乐你在哪儿啊 乐乐 乐乐你在哪儿啊 乐乐 乐乐快出来 乐乐 乐乐 天佑 姐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对了 你们看见乐乐吗 就是一条很可爱的狗 她是 我还有大事请你先进去啊 天佑 你去哪儿啊 婚礼马上开始了 起来 你爬也得跟我爬去 妈 我混蛋行不行啊妈 你是不是让我死给你看啊 妈妈妈 不行 你不要拦我 你别这样 哎呀 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 你能听到我现在的心情吗 自从离婚以后 我就没有一天是好过的 乐乐 你别挂 你别挂好不好 我怪你 你在给谁打电话 好 一个夜晚 在我的梦里面 你牵着另一个趟 我逞强说这一些 祝福的话 还有些伤 听他们说 你们很爱对方 像你曾爱我一样 为什么继续伪装 无畏逞强 无缘离场 爱你让我 像孩子一样 竟然忘了 竟然忘了 要懂得坚强 让我 爱了 恨了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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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够了 我 却还不能 却还不能 带走悲伤 爱你 爱你 让我 像孩子一样 竟然忘了 要懂得 要懂得坚强 要懂得坚强 让我 爱了 恨了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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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够了 却还不能 带走悲伤 带走悲伤